大家好 今天是8月21日 開始接近期子結算 我想結束期子結算 你不要說是期子結算之前 一天你才說它接近 而是之前現在的大戶已經開始部署 是怎樣去做結算的 以及怎樣去做下月的轉倉 第一件事我們看看北水和成交 成交基本上是升了一點點的 不過最近油菜低了一點點 北水其實是進了多一點點的 不是多多是多一點點 最近又出發了一點點 如果你整體這樣看的話 你會知道北水其實是進多了的 留意這點 好了 我們再跟著看看多之後 跟著怎樣呢 北水流入的時中就這樣了 你看看 流入是這麼多 出是這樣而已 減30% 減30%減41%減9% 之前是73% 跟著之前是68% 之前99% 所以不要讓這些短期目前的流出 受到一些影響 其實他們的錢是存在存在 存在存在 存在存在 那出現了什麼呢 這樣就沒問題了 那就是說進入這些都是差不多了 去支撐客 這些就暫時走了 走了沒所謂的 很簡單 今天冬生一星就上回來了 看著如果有融資金 去恆生中國企業 的確有人是做淡的 好 我們再跟著看看北水 北水這一點 你看看 流深的整體的平均金額 Basic這條線 是正在上升的 是正在上升的 即使是雷積 在上面這條魚 你看到頂上去的柱 還有插下來的柱 整體這個是不是應該加起來 應該多於底下這個呢 所以累積上來是多了的 同樣好像這裡這樣 累積上來多了 同樣好像這裡這樣 累積上來多了 那要到多少才可以發揮到 這個這樣的 是 好像這裡這樣 去年的彈星的力度呢 很簡單 大戶入貨越入越低 大戶出貨就越出越高 那這個大家需要留意的了 所以 在整體的市匯落的時之中呢 是要起 好像昨晚行雷閃電之際 你不要太擔心 不要像我幾隻狗一樣 突然間跳上梳化 而應該就是淡淡定 就有淺淺 為什麼呢 很簡單 大風大雨之後 始終都會有晴天 好了 那再站遲 我們看看 然後再看 不要看恆生指數 即是東方欣選這些稍微是升少 其他都是一片綠 所以要倒塌 再其次看看大市 大市這裡我們看到的就是 一 它真真正的跌下來了 真真正的跌下來了又怎樣呢 我又再畫一個 以前都畫過給大家看的 現在大市其實是一個雙型的走勢 這裡 然後下面就是這裡 今天是跌穿了一點的 我們看到之前是敢升 敢跌 敢升 敢跌 之前跌了一點點 我們暫時應該看到 如果要回上好的話 是應該上萬八至上的 現在是176 所以如果還繼續下去 我們就要把這個範疇 移去到另一處 這個是周線圖 周線圖就是目前 現在來說 它是在這裡 就在這裡頂著 現在在上面這裡 就這樣 是下來了 那為什麼下來這裡呢 這樣 就剛才畫錯了 不過不要緊 都是這樣 就是這些位置 在這些位置 如果搜到就沒有問題 是不是 如果搜不到 那就比較困難 我們首先找一個 擦紙膠 有沒有擦紙膠 有 擦紙膠 先擦這條線 擦紙膠 怎麼這樣 不可行的 擦紙膠 好 不要理 沒有擦紙膠 就算了 去到這裡 先看一看 再試試 擦擦 沒有擦 不算了 交叉這裡有沒有呢 不要了 不要了 不小心沒有了 好了 在這裡要留意 不要看這條線 看這條線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人來到這裡 都見過了 我們去年十月都見過 來到這裡 就彈上去 希望 就是這樣情況 再其次 有什麼股票 可以留意呢 今天就介紹一隻 創新旗子 什麼創新旗子 都很過癮的 這隻股票